对,这个是菠菜,来 来看到吗?这是黄瓜 然后香蕉 这也是清掉你体内垃圾的 按两下 之后我再喝这一杯果汁 大家好,我是小静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 不老女神张婷同款的 清肠瓜油果蔬汁 既然明星都这样喝 那它的作用不容小区 不过,要想把这道果蔬汁 做的既好喝又营养 还是需要一定的技巧的 一起来看一下吧 首先,我们准备一根黄瓜 先给它去掉外皮 黄瓜是含水量最多的蔬菜 并且几乎不含有脂肪 所以深受减肥人的喜爱 如果做一杯果蔬汁的话 这个黄瓜我们取上一半就可以了 一半的黄瓜大约是100克 黄瓜每100克当中 含有的热量是16大卡 黄瓜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 接着我们再准备一根香蕉 香蕉每100克含有的热量 大约是30大卡 做一杯果蔬汁的话 大约用到三分之二的香蕉 这样的话热量大约控制在20大卡左右 切熬的香蕉也放入盘中备用 接着准备100克菠菜放入水中 把菠菜焯一下水去除草酸 菠菜每100克含有的热量大约是23大卡 菠菜焯水的时间大约是1分钟左右 时间不要过长不然营养成分就会流失 一分钟之后把菠菜捞出来控一下水分 然后把焯好水的菠菜改刀切一下 切好的菠菜也放入盘中 接着把准备好的食材全部倒入榨汁机中 加水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下 我们需要加入40度以下的温开水 水量控制在两三百毫升 没过食材就可以了 榨汁的时间可以稍微的长一些 这样喝起来比较细腻 口感比较好 大约需要15秒的时间 这个果蔬汁我们的总热量 大约控制在了60大卡左右 这杯果蔬汁最佳的饮用时间 是在每天起床后半个小时 饭前空腹饮用 这时候我们还可以加一勺蜂蜜进去 一方面提升一下它的口感 再一方面加入了蜂蜜 它的效果会更加的好 可以看一下这杯果蔬汁的细节 闻起来一股清香 非常的浓稠 每天早上空腹来一杯 帮助清理肠道 瓜油减脂的效果非常的好 坚持喝上一段时间 和大明星一样又瘦又漂亮 皮肤也变得白皙干净水润了 喜欢的话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见 拜拜